我們用Sport模式開始 看我的手機會不會噴到後面 有點凱宴苦貝的感覺 是嗎 有一點 Maken啦 Maken對標吧 進口與國產的對標 這是一台2018年19年試的 Mazda CX5 秉級版本 新車110多萬的那一機 LLD頭燈 19吋鋁軒.2,雙色 Ikey摸門棉耀 盲點偵測 蠻好看的 有改排氣管 尾士 有一點聲音 尾士館 電動尾門 拗箱空間 一個半的行李箱 大行李箱 剛買的要坐一下無痕板修 做起來 可以喔 可以啊 有點深 這個就要看技術了 內裝配備 最後再跟大家講一下這台車多少錢 滿可惜的啊 新車110 現在很賣那個金融 電動椅 電話語音 方控 電速 有ACC 應該沒有 車道偏離幾次 雷達開關 方法開關 電動穩能 這裡可以開 引擎蓋跟油箱 它這裡貼這個柏林之音耶 真的假的 應該是俠的啦 蛤 柏林之音啦 哇賽 這裡有iDrive給條 導航系統 要點配啊 為什麼 這都連Apple CarPlay 可以連嗎 我沒連過 有有有 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對 那不用選了 電子手煞車 這裡排檔 ERMD M模式 加減檔 這裡可以控制 Support跟一般模式 雙區的恆溫 按鈕啟動的 氣氛燈 這兩個 氣氛好嗎 在某些地方的時候 一兩顆燈就很有氣氛 是不是 重點是在於 副駕是誰 後座空間 這有卡風飾板 是自己貼的吧 應該是 還有那種木 有一點 他們講柏林之音 配的就是黑層木飾板 這次用的就是真實 這個就送你了 後座出風口在這裡 空間也算可以了 就有對標MACAN的大小 大小 大小 價格就 還是有一段落差了 其實這新一代的CX5 跟上一代就 有差別囉 有差別囉 這整個壓下來之後 就跟現在新一代的馬三一樣 很漂亮的新款 對不對 這一系列馬三之類的 神保潔 跟阿迪斯 稀稀有話 走啦 試車 這不是跟誰 有 有 我剛故意考你了 結果你不知道 得到便宜吧 因為它有電速 它那有車到便宜 警示 這代表它會像 這條直線 它像平方的球線 幫你彈一彈 它不會維持 就變成這樣 對吧 只要壓到線那邊 然後就把你回正 就告訴你 就告訴你 OK 電腦爆炸 一公升跑十公里 便宜牛號 上個車主留下來了 我們上次買一台 那個紅色那個是CX3 最近都買修衣車了 有 我有很多修衣車來 對 3 2 1 會不會燒菜 不會 好 拉到6800轉 速度快到你手機噴掉了 沒感覺 有警示 有盲點 BB教 還有CD可以放 太新鮮了吧 知道我都聽那個 劉瑞華的CD唱片 對 有一個那個 就是充電 動電來了 現在是一般沒有 7Sport摩訊這邊 會亮 我們用Sport摩訊開始 看手機會不會分到後面 3 2 1 有一點燒台 有點小燒 好 以上就是我們這台 2018年1904的 馬自達CX5 家庭 出遊 代步 都好用 還很新款 很漂亮 這台車只要五次頭 就可以開回家 我們什麼車都有收幾萬幾十幾百的車 全台收購 全台服務 台澎金馬 全省服務 都可以跟我們聯繫 買車賣車我們北中南都有人 OK 來吧 抖音咪發 走了